嬷嬷 什么事儿说 我 我想 我想放屁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儿啊 啊 不好好练习 在这儿捣什么乱呢 在这儿跪两个时辰 刘嬷嬷 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 实在是踩了什么东西 划了脚 嬷嬷 这儿 这儿有蚕豆 您看 月兰姐姐准时不小心踩到了 才摔倒的 这怎么会有个蚕豆呢 你怎么了 说话呀 我 我刚刚 噎着了 好端端的 你为什么噎着了 刚才口水没倒过来 一下子噎着了 口水没倒过来 这个周围全都是你嘴里的蚕豆味儿了 还想蒙我 手拿过来 什么都没有 手拿过来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 啊啊啊啊 死刘嬷 你还想抵赖吗 呃 看来我不给你点教训 你是真不知道什么是公规啊 来人呢 等一下 刘嬷嬷 刘嬷嬷 您忘了 我呢 可是中堂大人的 什么人违反公规都要受处罚 你以为 我到现在还没回过味儿来吗 其实刚才我就想明白了 中堂大人 怎么会判你这么一个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野丫头进宫来呢 你既然那么嘴馋 又担心挨饿 那我就罚你 今天闭门思过 谁都不许给他吃喝 什么 还好还有一颗小餐 好好吃 但是还是好喝呀 我要饿死了 饿死人了 饿死人了 喝点水丁丁宝吧 不是吧 好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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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死啦 好压 怎么办我好喝呀 怎么办我好喝呀 这才进宫我就要饿死了 也不知道猪哥哥找没找到龙小弟 龙小弟呀 你在这宫里的位置到底高不高啊 能不能帮我压住刘嬷嬷嬷呀 一二三 中了 今天晚上有生鱼片吃了 走着 生鱼片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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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原来是你这个鬼东西在这装神弄鬼啊 吓我一天 老爷 你还说是不是 行 看我怎么教训你 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你师傅没教过你吗 货从口出 被我逮着了吧 走 进宫就要少说话多做事知道吗 不要像我一样叽叽喳喳的 郭枣 不许再说了啊 进宫就要少说话多做事知道吗 不是吧 我没杀你啊 不是我杀的 不是我杀的 哎 你醒醒 你 醒醒 不是吧 我把你给憋死了 我 我不是故意的啊 我 要不然我给你念金刚经 超 超度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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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咱们楚秀宫里为了几年的鹦鹉 居然不翼而飞了 养在池塘里的锦礼也少了一条 说吧 谁干的 知道吗 知道 知道 蒙蒙 玉兰让回秀河 走晚出去 玉兰 荣惠 秀河 你们出来 昨天晚上 有人看见你们离开住处出去了 去哪儿了 秀河 秀河 秀河妹妹半夜要小姐 夜里黑 她一个人害怕 我和荣惠陪她去的 只是去小姐 那有没有在回来的路上 顺便偷个鸟 抓个鱼什么的 默默明鉴 我们哪敢在宫里偷东西啊 可是除了你们三个 就没人离开过房间 不是你们还能是谁 来人 把这三个给我拖下去掌嘴 就打到招了为止 莫莫饶命啊 莫莫 莫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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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着 昨天除了他们三个 还有人离开过房间 谁 我 你 我昨天不是罚你闭门思过吗 你居然敢偷偷跑出去 是啊 我闭门思过了 我一天没吃没喝 但是我总得拉撒啊 其实我早就怀疑你了 只不过是因为没有证据 我不便发问 这批绣女里边就数你胆子大 准是你昨天饿了一天 又打起那鱼鸟的主意了吧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我拿了你的鱼跟鸟呢 捉嘴得拿脏啊 我有没有冤枉你呢 我自然会查清楚的 不过这楚秀宫呢 夜里会啰嗦啊 外人进不来 里面也出不去 我还就不信呢 你能把那鱼骨头和鸟毛 一块儿给吃了 来人哪 给我搜 折 老东西 我就不信你能搜得到 对不起啊 我对不起对不起 刘萌萌 没有 哦 这个丝帕是你的吧 人赃俱在 还想抵赖吗 您看看 您看看 这被发现了 不过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啊 我是路过 我就看着这只鹦鹉 想偷针一条鱼 我就想着赶紧制止啊 我就拿我那个丝帕 往他脸上一舞 没想到 没想到他就死了 到这个时候了 你居然还这么嬉皮笑脸的 跟我口吐妄言哪 本来我今天就想打你二十大板的 看你如此玩猎猎 打三十 折 哎 等一下 三十大板的 三十大板的 刘萌萌 您别忘了 我可是中堂大人的人哪 我要是连你这个鬼话都行 那我岂不是白火了这么多年 拖出去 打 喳 我说的都是真的 慢着 刘嬷嬷 可否借一步说话 刘萌萌 可否借一步说话 想来这大小啊 正适合嬷嬷你呢 那就多谢厉鬼人赏赐了 今天这事 就看在厉鬼人的面子上 我就不追究了 那就多谢嬷嬷了 这个绣女有些不懂规矩 不过长得嘛 倒是挺可人的 嬷嬷不如把她交给我 我来替嬷嬷好好调教调教 厉鬼人你亲自调教 那自然是一小主的福分了 义欢 还不谢过厉鬼人 义欢 谢过厉鬼人 皇上有旨 宣 义欢姑娘事情 臣女义欢 谢皇上恩典 李公公 我要换的衣裙在哪儿啊 义欢姑娘 事情是不能穿任何衣服的 您要是沐浴完了就请出来 我们为您裹上红筹 然后呢就抬去皇上的寝宫 不能穿衣服啊 对 就连任何首饰都不能戴 那你别进来啊 出去出去出去 你们出去 不行 必须由我们亲自给你裹好红筹 顺便检视一下 义欢姑娘的身体皮肤状态 看看有没有突发的瑕疵 以防止义欢姑娘 夹带其他的物品 那哪儿行啊 男女受受不欺 要不这样 你们先出去 等我穿好了教你们 竟是房太监主要负责 皇上和后宫所有嫔妃的房中之事 义欢姑娘入宫之后 难道就没有学习过吗 学是学过了 但我现在不是还有点不习惯吗 这 你们 我 蜜欢小主 你居然会清宫 我爹啊 是武将 所以从小呢 我跟他学过一些 公公啊 我也知道 这宫里的规矩啊 不能破 但是有的时候 咱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 我进宫之前呢 我爹给我留了许的提起钱 明天 明天我好好中卸三位公公 怎么样 好吧 那只此一次啊 下不为例 知道了 嗯 嗯 这个 哎 那个公公 我把那个丝巾拿一下 我的丝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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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 李桓姑娘 别说丝巾了 一根丝线都不能带 我的丝巾 公公 我的丝巾 快走 义欢姑娘 一会儿皇上可就来临幸你了 可千万不要忘了 之前学过的规矩啊 好好地侍奉皇上 好 挂帘子 喳 原来这就是皇帝的寝宫啊 也不知道龙小弟究竟和康熙 那个小皇帝说好了没有 朱哥哥给我准备的丝巾没有了 万一这小皇帝临时起了色心 假戏真做了 那可怎么办啊 完了完了 朱哥哥要是看到我穿成这个样子 肯定会气个半死 要不趁这个小皇帝还没来 我赶紧溜了吧 万一那个小皇帝怒了要砍我的脑袋 那龙小弟 肯定会帮我求情啊 你要去哪儿啊 你是谁啊 除了朕 还能有谁啊 你 你是皇上 你是皇上为什么要戴面具啊 啊 朕 喜欢在林姓后宫嫔妃之时 玩一些 有情趣的小游戏 臣女一欢叩见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起来吧 这里又没有外人 不必那么拘束 谢皇上 皇上 原来您这么和气啊 我一直 不不不不 说错了 臣 臣女 是臣女 没关系 这里没有外人 朕允许你自称我 这样说起话来才更自在 对了 你刚刚要去哪儿啊 我刚刚觉得这屋太太黑了 我打算出去找几盏灯 拿回来点一下 朕在旧寝的时候啊 喜欢光线暗一些 皇上皇上 您别把最后一盏灯也吹灭了 我怕黑 别怕 有朕呢 你看起来 好像在发抖啊 很怕朕啊 我 我没有 我只是觉得 这 这屋子比较冷而已 哦 你穿的这么少啊 难怪会冷 要不然这样 你到朕的龙床上躺一会儿 盖着被子暖暖身子 哦 让我上床 这小皇帝 果然没安好心 嗯 我突然不冷了 那就让朕抱抱你 替你暖暖身子 你果然很怕朕啊 我 可是 朕听龙三说过 你的胆子一向很大 你在他面前提起朕来 那可是从来都不怕的呀 皇上 我不是怕您 我就是怕您 离我太近了 咱 咱不是说好了的吗 朕和你说好了什么呀 不 不是我跟您说好的 是龙三跟你说好的 您忘了 咱们这次只是将计就计 您假装宠信我 为了博取傲拜的信任啊 今天晚上的事情 是假的 不是真的 朕确实是和龙三定下了 这条将计就计之策 只是朕漫漫长夜 何苦虚度啊 咱们也不必演戏了 求让朕真的信了你 再说了 这全天下又有哪一个女子 不想做朕的女人哪 嗯 皇上 这天下女子也不尽是 贪图荣华富贵之辈啊 对大多数女人来说 她们与其 与这个后宫家里三千争宠 不如找到一个白头偕老 心心相应的有情人 那唐代于轩记就说过呀 一德无价吧 难道有情郎啊 朕自十三岁大婚以来 还从未有人跟朕说过这样的话 我 皇上 您生气了 您不会砍我头吧 你当朕是杀人狂魔吗 动不动就随便砍别人的头 你这句话 非但没有激怒朕 反倒更加激起了朕的兴致 我看 咱们也不必苦苦做戏了 求让朕真的兴认你 待共度凉霄之后 朕便封你做贵人 皇上 你觉得如何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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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们进来的 皇上 谁让你们进来的 启离皇上 启禀皇上 奴才见到殿内没了灯光 又有打斗之声 还以为来了刺客 所以赶紧进来护驾 刺客 什么刺客 哪有什么刺客啊 苗朕的旨意 谁也不许进来 这儿 好了 别再动手了 再动手的话 真把你当刺客 你这个脑袋 就真的搬家了 你哭什么呀 皇上欺负人 朕怎么就欺负你了 是你先对朕出的手啊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 赶在朕的龙床上 对朕大大出手 只怕也是古往监来 第一个 赶在龙床上 对皇帝大大出手的 女人吧 皇上抢字夺理 明明就说好了 说好了还强迫人家 人家不想反抗 反抗还不让 反抗打不过人家 去吓唬人家 哪有这样的 朕有你说的那么不堪吗 好了 别哭了 要是被外边的太监 可听见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朕欺负你 一个弱女子呢 那皇上你离我远点 我就不哭了 你让朕远点 朕就远点 那朕岂不是很没面子 龙小女 你在哪儿啊 你还说皇上 是个正人君子 结果皇上 就欺负一个弱女子 来来来 好了好了 别哭了 朕不跟你这个小女子 一般见识 你找什么呢 我想找个手巾擦擦脸 这龙床上哪有手巾啊 朕也不想传太监 打扰我们 你又想干嘛 放心吧 朕不会动你的 朕堂堂天子一言九鼎 给你擦个眼泪 对 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 窥龙三还说你是他的老大 他是现在看到你哭得 跟鼻涕虫似的 还不笑话死你 其 其实 我在龙三面前 好多都是吹牛的 我没有他说得那么勇敢 我也没有多少江湖阅历 我也从来没被哪个 灯徒子轻薄过 何况是被全天下 最有权势的灯 轻薄过 我能不害怕吗 朕听出来了 你是拐着弯 骂朕是个好色 轻薄的灯徒子是吧 臣女不敢 臣女没这么说 皇上 臣女能不能 请求皇上一件事啊 说来听听 您能不能别把 今天晚上的事 告诉我龙小弟啊 如果你告诉他的话 以后我就没脸在他面前 冲老大了 朕又不是长舌妇 不会告诉他的 不过朕 保全了 你在洁白兄弟面前的形象 你要怎么答谢朕呢 皇上 您可是全天下最有权势的人 也是最有钱的财主 您就为这么点的小事 勒索我一个 身无分文 身无寸里的小女子啊 又是真的不是啊 你怎么说来说去 都是真的不是啊 什么声音啊 嗯 什么声音啊 嗯 是我肚子讲 我今天晚上实在太紧张了 所以没有吃晚饭 现在特别饿 朕想想来了 你最大的爱好就是吃 龙三跟朕说过 你现在在替朕办差 朕也不能让你饿着肚子 说吧 想吃什么 谢皇上 我想吃烤鸭 炸虾丸子 蒸卤酪 还有 黄门小羊排 还有 还有素巴蝶 珍珠翡翠羹 水晶包子豌豆黄 再加一壶桂花尿 哎 皇上 您怎么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呀 这个是 龙三跟朕说的 龙三跟朕说啊 你们两个 头两次见面的时候啊 你都在跟他抢吃的 朕听着有趣 所以印象也就特别深刻 这个龙三 以后再也不理他 怎么把我什么都告诉人家 朕可不是人家 朕是皇上 来人 掌灯 传膳 嗯 饱了 吃好了 嗯 谢皇上恩赐 撤掉吧 这样 看你吃东西啊还真是有趣 你一个女孩儿竟然能吃得这么香 你这小小的肚子里 到底是怎么装得下这么多东西的呀 要论得上吃啊 这朕的整个后宫 无人急得上你 哎呀那是他们装的 哎 因为您是皇上嘛 他们在军前得注意自己的礼仪 所以要压制自己的食欲嘛 孔圣人也说过呀 人生三大乐趣 食 色 性也 所以呢 这个美食 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之一 嗯 说得对 食色是人之本性 现在食之乐趣 你已经享受过了 嗯 要不要 再享受一下色之乐趣啊 看来这个色狼皇帝还真是狼心不死啊 哎呀 要是猪哥哥给我的丝巾在就好 让我骗他闻一闻 就能让他乖乖睡着了 哎呀这一夜凉宵还剩一半啊 你要不要到朕的龙床上休息一下 哎哟 你又想干嘛呀 啊 皇上 吃太多了 我 成到嗓子眼了 我想运动消化一下可以吗 行 要是连这个朕都不准 那朕岂不是很不懂得怜香惜玉啊 你既然想消食 那就请便吧 谢皇上恩典 嗯 嗯 啊 这个四王皇帝还真是耐心啊 看来是打定主意要吃了我 我总不能就这么运动一晚上吧 这可怎么办 累死我了 你累了 那要不要到朕的龙床上休息一下 皇上 我 我可能吃坏肚子了 我肚子特别疼 刚才吃了好多杂技杂疤的 特别疼现在 你肚子疼啊 那要不要朕传个太医 给你瞧一下 那不必了 我只要回自己的房间睡一会儿就行了 既然你都要躺在床上休息一夜 那为什么要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 朕的龙床一样可以休息啊 我 我这可不一样啊 我 我肚子疼 我可能会拉肚子 我在您这儿拉肚子不合适是不是 我得保持在你面前的仪态 所以还是让我回去吧 你要是真吃坏了肚子想方便 那朕的井宫里面也有金匿筒 你用吧 我 我方便在您这儿 还不合适 皇上 您可饶了臣女啊 人时五谷生百病 吃喝拉萨那都是正常的事情 要是连这个朕都接受不了 岂不是有为人伦 你别紧张 要是真吃坏了肚子 你就在正常方面 朕不介意 你看着我干嘛呀 钱驴技穷了 是吗 这个色狼皇帝想吃了我 门都没有 有了 我可以骗他行酒令 我灌醉他 为什么又不说话了 是不是又在想什么花招啊 皇上 咱们玩耍骰子赌酒吧 这样 咱们赌如果你赢了 我就听您的上龙床 但如果你输了 您就让李公公送我回去 怎么样 敢不敢赌啊 这倒是挺有趣的 还从来没有人 敢跟朕耍骰子赌酒的 好 朕就依你 来人 上一壶酒 再加两副骰钟 这 等一下 上一坛酒 皇上 要喝酒 咱们就喝大的 杯算什么呀 咱们用碗喝怎么样 好 那朕就看一看 你的酒量到底有多好 开 皇上不好意思啊 离书了 喝酒 喝喝喝喝 Bolt 黄上确 분 花 这是OOD 就喝危 干呀 哎呀 我给你买一 그러니까 咱们下来一起 آ 我也要 好好喝 银上 CAR 这不是 去哪儿啊 这酒还没喝呢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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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看看皇帝长什么样 让我看一眼 宁欢姑娘 李公公 皇上已经安静了 宁欢姑娘 请回吧 可是 我 我还想再待一会儿 皇上已经安静了 宁欢姑娘 还是回去吧 可我还没看见 皇上长什么样呢 这酒扛走了就 再让我看一眼呗 可是我还没看见 皇上长什么样呢 这这么小气呢 小气小气 李公公 李公公 今天多亏了您了 拿着吧 拿着吧 来 宁欢姑娘 你可真是大风啊 今天我看皇上 对待宁欢姑娘 比封了政卫的娘娘 还要特殊 宁欢姑娘 日后一定能够飞黄腾打 多谢李公公啊 这假如以后 皇上再传我侍寝的话 还得有劳李公公 多多照顾 小小诚意 小小诚意 等我以后飞黄腾打了 少不了你的好处 好说 好说 好 宁欢姑娘 这时候也不早了 快歇着吧 好嘞好嘞 我走了 公公 这儿有没有方便的地方 咱家带你去吧 那有劳公公了 好 原来 这个李公公 就是傲拜埋伏在皇上身边的那些 那他肯定早就得到了傲拜的指示 所以才会不动声色地关照我 别怕 是 你怎么穿成这样 朱哥哥 你怎么来了 那康熙有没有碰你 我刚才去见了 卿成才知道 原来这宫中给皇帝侍寝 这 居然要脱光 再由太监用红筹 裹着送到龙床上 你没事吧 我没 我当然没事了 真的没事 听卿成说 侍寝的时候 连一根丝线都带不进去 我给你的蒙汗金肯定也带不进去吧 嗯 那你怎么应付他 嗯 我就不信 那康熙看到你这个样子 他会不动心吗 他 他 他刚开始是有点动心 对我有点动手动脚的 不过 不过我后来跟他提龙三了 我说我们这是假戏 不能真做 后来他就没怎么样了 真的 真的 朱哥哥 你要是再怀疑我的话 那我可生气了 对不起 花妹 是我错了 我相信你就是了 这次 是我太大意了 如果那康熙 再找你士气 我得赶紧想一个法子 确保万无一失 朱哥哥 你先别着急嘛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我才发现 原来这个李公公 就是跟敖拜勾结的内奸 怪不得李公公 今天这么照顾我呢 肯定是敖拜提前 跟他打过招呼了 原来李公公 就是敖拜 埋在康熙身边的棋子 此事 万万不能让康熙知道 为什么呀 如果我们跟龙三说了 让他汇报给康熙 不光龙三能立功 还能得到好多奖赏 我们可以拿着这些钱 去买好多东西 分给谷底的兄弟姐妹啊 婚妹 你又犯傻了 我们这次来紫禁城 可不是来敛财的 我们的目的 是要挑起康熙跟敖拜的内斗 你想啊 如果我们帮康熙 除掉了敖拜 埋在他身边的一条蛇 这对于我们来说 能有什么好处 对 你说得对 那我明白了 叶哥哥跟樊姐姐怎么样了 刚刚得到他们的消息 他们已经跟踪到了 无应期的车队 正在想办法下手 我们在宫里的计划 还挺顺利的 希望叶哥哥跟樊姐姐 能顺利地找到一号金钥匙 这样 我们就可以早日平安地团聚了 我先走了 早点休息 嗯 折腾了一晚上 也没看到那个小皇帝长什么样 他长什么样呢 你觉得如何啊 皇上 嗨 我管他长什么样呢 反正不过就是一个 风流流氓鬼 呸 不管了 睡觉去了 气死我了 老大 放手放手放手 待会儿被人看见了 咱俩都有麻烦 我问你 为什么让我等那么久 你还说呢 要不是昨天晚上 你把皇上灌多了 今天我值班 他没醒的话 我能善力至少吗 哎呀那个小皇帝啊 真不行 非要跟我喝酒玩骰子 我几下 直接倒了 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赌遍全乡无敌手啊 他能玩得过我吗 直接被我撩倒了 嗯 小弟明白了 这个老大 不仅武功比小弟高明 这别的本事 也比小弟高明 那是 不然怎么做你老大呀 来来来来来 嗯 过来 说句话 嗯 臭死了 怎么浑身酒味啊 没 没有吧 我有酒味吗 我早上漱口了又 昨天晚上偷吃喝酒了 嗯 对啊 我跟我几个好兄弟啊 在喝酒 又在偏骰子 输了不少钱呢我 输了多少啊 反正啊 这大半年的俸禄是没了 老大 你可得帮帮我 嗯 放心 我是你老大 你是我小弟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回头老大教你几周 保准你把钱全都赢回来 怎么样 真的啊 那当然 老大 你是不是所有赌输都会啊 嗯 也不是啦 毕竟老大也是个小姑娘嘛 小姑娘家家的 又不能 经常往赌场里跑 是不是 是是是 老大还是个淑女嘛 嗯 差不多吧 老大 嗯 跟你说一件事 嗯 接下来呢 皇上为了演奥拜尔木 会接着找你事情 昨天晚上 皇上是不是对你还算客气啊 别提了 那个小皇帝 简直就是个风流色鬼 刚开始还想对我动手动脚的 老大 那你没被吓哭啊 哼 怎么可能啊 我是老大 武功高强着呢 嗯 后来 我就跟他喝酒玩骰子 轻轻轻轻轻轻轻 小皇帝倒了 老大只用双拳 小弟 佩服佩服 佩服 还好吧 知道这是什么吗 骰子 老大教你几招 准保把你昨天输的钱 连本代理赢回来 嗯 但咱可说好了 你赢回来的钱 得和我一半对分知道吗 没问题 五五分 嗯 这还差不多 真疼啊 这下万无一失了 什么万无一失啊 皇上 没什么 皇上 您要是想安静的话 我就下去了 您躺在这龙床上 然后一个时辰以后 让李公公把我抬回楚秀宫就行了 朕还不到二今天呢 朕还不想睡觉 说吧 今晚想吃一些什么 不瞒皇上说 昨天吃太撑了 结果今天七十一天 什么都吃不下 你要不要这 宣太医给你瞧瞧啊 不用了 宣太医又得吃药 我这从小到大吃药 我都害怕了 我看你这活蹦乱跳的 也不像有什么病症 为什么从小到大要吃药啊 嗯 我不有一个头疼的隐疾啊 这病起来吧 简直要人灭了 我爹呢 从小给我找了好多郎中 所有郎中 都说无药可治 只有一个郎中 说可以治 但是他说的是个偏方 而且这个药引 这个药引实在太难弄了 什么药引这么难找 你告诉朕 朕给你找 嗯 谢谢皇上 还是算了吧 算什么算 快说 这个药引就是 龙珠 龙珠 什么是龙珠啊 就是皇上的眼泪啊 是您的眼泪啊 不过您是皇上 您是天子 您怎么可能为我流泪呢 那 这就有点难办了 说实话 朕从小长大 除了八岁的时候 父母双亲薄饰以外 还从来没有掉过眼泪呢 没事 这只是个传说 奴婢都不放在心上 皇上就更不用当真了 您这是干吗呀 您这是干吗呀 昨天晚上朕输得一塌糊涂 所以啊 朕今天想挽回个面子 你敢不敢 再跟朕赌一把酒啊 可以啊 不过到时候皇上输了 可别赖账啊 你放心吧 朕虽然有色心啊 但是更有毒品 你又输了 来来来来 喝啊 干嘛 朕都愿赌服输了 你还想来账啊 有鬼 什么鬼 这好奇怪啊 王上你今天制骰子的手法 怎么变得高明起来了 昨天制骰子 十把当中 你最多只能赢三把 可是今天却跟我不相上下了 朕今儿个下午找了几个 会玩骰子的侍卫学了一下 朕是天子 天资聪颖 学什么东西一学就会 可是你这制骰子的手法 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呢 是不是龙三啊 果真是他啊 他居然把我传授给他的独家秘籍 传授给皇上了 你不要管龙三了 你虽然是龙三的老大 但朕可是龙三的主子 朕要是问他什么 他就必须得据实回答 这让他做什么 他也得如实做 皇上 龙三可是个老实 您可千万别欺负他 你这么关心他 我 在我们这一辈当中 是年龄最小的 所以呢 好不容易当个老大 而且他这个小弟 还特别地崇拜我 我当然得维护他保护他了 行 朕知道了 看在你的面子上 朕就不欺负他了 不过 你拿什么来感谢朕呢 嗯 皇上 您现在特别像我认识的一个 姓周的香绳老头 这姓周的香绳老头 长得跟朕很像吗 嗯 长得不像 做事风格像啊 这个香绳老头之所以能发家呀 就是因为算盘打得精明 瞅准时机吃拿卡药 李欢那李欢 你又拐着弯地骂朕 臣女不敢 是皇上昨天说的呀 不会因为一句话 就变成砍人头的狂魔 所以臣女才开了个玩笑嘛 哎呀皇上 臣女出身卑微 是一个野丫头 又缺乏父母的管教 所以什么事都不懂 没法伺候您 要不然 要不然您现在 让李公公来接我 让我回楚秀宫吧 臣明白了 你想激怒朕 然后让朕把你送走是吧 朕不上你的当 快点来接着读 咱们说好了 你要是输了 可就得上朕的龙床 现在不输不赢 来 天哪 再这么读下去 他的技术越来越娴熟 我的书面就会越来越大 这可是大大的不妙啊 皇上 您想让我读也可以 不过得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说看 我一直都不知道 天字长什么样 能不能把您的面具 给摘下来啊 朕这几天上火 长了几个火街子 不便见人 难道他真的长得很丑 不好意思让我看 皇上 您看咱们也喝了好多酒了 要不然 咱们先去您那龙床上 躺会儿呗 上朕的龙床 你就不怕朕占你便宜啊 不怕啊 皇上一言九鼎 肯定说话算数嘛 那可不一定啊 朕虽然是天子 但是朕也是个男人 你不是很怕黑吗 有皇上在 奴婢就不怕黑 嗯 嗯 有鬼 哪来的鬼啊 你不是一向很害怕朕的亲近吗 啊 朕知道了 你一定是想出了什么新招来对付朕 对吧 哪有啊 皇上 我怎么闻到这屋里有一股香味啊 香味 朕的龙床上哪有什么香味啊 倒是你身上 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嗯 皇上 皇上 贤猪手 不对 贤龙爪 啊 不对啊 我这么着急拉人干嘛 先看一看这小皇帝长什么样 一直戴着面具 得多丑啊 我的天哪 皇上已经安歇了 小主该回去了 啊 啊 啊 等 等一下 哦 这个龙小弟又迟到 看我一会怎么教训你 老大 你又迟到又迟到 杜高 昨晚战绩如何 幸不如是明 我呀 把钱稳 输得连本代理都讨回来了 你这一半 不错呀 还好你给我钱 最近正急着用钱呢 老大 这皇宫里边 又有什么能用得上钱的地方吗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我告诉你啊 这皇宫里啊 处处得用得上钱 昨天我要不是用钱收买了李公公 那老大我就惨了 昨天怎么了 我 皇上不是早早地就睡了吗 那个小皇帝啊色狼得很 怎么可能啊 得亏啊 我哥哥给了我一条 禁过门汉药的丝巾 我偷偷戴在身上 进入了寝殿 把那个小皇帝给迷晕了 要不然哪有那么荣耀 你居然把皇上给迷晕了 嗯 这件事情要是让皇上知道了 你 你哥哥 还有李公公 那两个竞士房的太监 都是死罪 嘘 嘘 这件事除了我还有我哥哥 就你知道了 别人都不知道 不许跟别人说 老大 你不应该告诉我 陷无于两难 如果我跟皇上说了 那就是对你不义 如果不说 那就是对皇上不忠 我又不是去害皇上 我是为了自保 你可别为了你的主子皇帝 出卖我啊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我可就跟你割袍断意了啊 老大 不是我说你 你也太任情妄为了 要不是我在皇上面前 说你好话 你有几个脑袋 也早就掉干净了 好了好了好了 那我不也是一样吗 如果我不是为了你 我怎么可能听敖拜的话 要入宫你 虽然我武功不高 但是我轻功可以 我可以逃跑吧 我不都还是为了你吗 行啊 就冲了老大 对我这份情意啊 我说什么 也要在紫禁城里 保护你的安全 但是咱俩可说好了 你可不能做什么 太过分的事情 尤其是不能伤害皇上 要不然的话 连我都保不住你 明白吗 放心吧 其实我这个人吧 挺怕死的 再说了 我怎么可能 连累我的龙小弟呢 还是我大够意思 这脑袋长得真像鸡蛋 老大 这两个晚上 和皇上相处下来 你觉得他怎么样 是吗 这小皇帝嘛 有点风流 有点色 但人还是不错的 对我爸也挺宽容的 最主要的是 他酒品跟毒品不错 我跟你说啊 看一个人 如果他的酒品跟毒品 都好的话 基本上这个人 也不会差到哪去 还从来没有人 这么评价过皇上 要是皇上听到了 肯定会觉得很有趣 我跟你说的可都是私房话 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我知道 我们俩之间的小匿名 我的衣服和丝巾呢 义欢姑娘 时候不早了 该去皇上的寝宫了 等一下 李公公 我放在这儿的衣服跟丝巾呢 义欢姑娘 反正也用不着了 我就让宫女们 都拿去清洗了 别啊 我还得用那条丝巾呢 李公公 你懂的 义欢姑娘 你在说什么 咱家听不懂啊 不过 你在进宫之前 你爹爹 应该教导过你啊 进到宫之后呢 要少说话 守规矩 你应该明白 李公公 您不会是把我那条丝巾 故意拿走的吧 事情的时候啊 什么都不能带 这是宫中的规矩 所有人哪 都要遵守 完了完了 这下完了 怎么办呢 今晚没了丝巾 李公公这个家伙 肯定是识破了我的丝巾有名要 怕他干起 我 我 皇上 你别过来 鸭董 要是没前两个晚上你对朕的算计 那朕也就饶了你 可是是你背心气意在心 你可别怪朕对你不客气了 等 等一下 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算计你了 是不是龙三跟你说的 这个死龙三什么都跟你说了 我再也不理他了 你就别埋怨龙三了 要不是他的话 朕岂能容你这么胡闹 停 干嘛呀 你还想跟朕比试武功啊 行啊 那朕就陪你比试比试 而且朕答应你 绝对不叫外面的侍卫帮忙 等下 皇上 您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趁你不愿意侍奉你吗 你跟朕说 一得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难道你有欣赏人了 没 没错 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而且这个人 这个人皇上也认识 他是龙三 龙三 他不是你小弟吗 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男女有别吗 我怎么可能心里 真的把他当我兄弟呢 而且 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他了 皇上 如果您要硬抢的话 那我只好 我只好为了龙三 首尖也死了 你可为他去死啊 没错 皇上 龙三可是您的心腹啊 这古来 盛名的皇帝 都不可能抢夺 自己手下的女人的 而且 还会有益成全呢 再说了 您后宫家里三千 何必为了我这一个小小的秀女 而伤了龙三的心呢 那你怎么知道 龙三也喜欢你啊 我虽然不知道 他心里到底喜不喜欢我 但是我敢肯定的是 我在他心里 一定占了很重要的位置 我小小的帮助 你不忍杂